党政焦点来关心 距离总统立委大选 只剩下三个多礼拜了 总统蔡英文 周日下午来到了 彰化镇心宫参拜 才刚至此完 现场就有国道收费员陈勤抗议 还失控地朝他丢衣服 场面一度紧张 特行人员赶紧将闹事的民众驱离 而总统面露尴尬的微笑 继续前往下一个行程 这回一日跑遍中张头 而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前两天才在台中张化 成立竞选总部 也凸显蓝绿之间 在2020大选 国有决战中台湾的领导 总统蔡英文15号下午来 要彰化镇心宫参拜 才刚至此完准备离开 台下居然就有人大声抗议 国道收费员不仅嘶红呐喊 其中一位民众还朝总统丢红衣 幸好国安人员激紧地出手 顺利将衣服拦截化险为宜 失控民众第一时间也被驱离现场 总统蔡英文脸上面露尴尬微笑 随即赶往下个行程 2020台湾要与蔡英文动算 号召全国女医师聚集台中市 要力挺蔡英文连任成功 现场动算声四起 场面相当热闹 距离大选仅剩三个多礼拜 大咖站台力挺 再次凸显2020大选蓝绿之间 决战中台湾 记得带人网林壮阳静 彰化台中 这种报道